民進黨已經下令民進黨全黨就義人 要挑戰全民道德的底線 民進黨現在是真的已經 整個都炸鍋了 包括英系還有政國會 整個在群組大罵特罵 為什麼民進黨要挑戰台大 要挑戰全民呢 民進黨立委現在已經 每個人頭在墨在修了 因為這一關如果選不好的話 民進黨立委接下來的選舉 自己也會不保 透過畫面林志堅今天繼續跑行程 不過剛剛有個最新的消息 他在下午3點多的時候 突然出現在中華大學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聯合報記者拍到 他遇到了林志堅 問林志堅 市長 市長 你是要來 可能這個記者有點驚訝 但也有人講說記者太假了吧 如果沒有人跟你講 你怎麼知道要去中華大學賭他 總之就拍到這畫面 林志堅也跟校方的這位 白頭髮這位應該是校方的人士 有跟他打招呼寒暄 他結束了 他到中華大學的學論會 親自去跟他們提出這些說明 預計在下個禮拜中華大學就會做出新的結論了 昨天聯合報本來有一篇分析 他們認為中華大學因為台大的已經把它砍掉了 把它學位砍掉了 所以中華大學就沒有壓力了 這是聯合報他們去分析 而且中華大學已經有邀請到這個論文 另外一位作者有一個教授 教授他說這我寫的 他到場陳述就他寫的 不過這個說法我覺得可能不一定 我要請教這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你覺得中華大學下禮拜會宣布 林志堅論文抄襲 我砍掉 如果林志堅論文 中華大學的也砍掉的話 他這個只能登記他是中華大學進修班 就高中畢業 就高中畢業 那就兩個都作弊對不對 那如果沒通過 就雙殺這樣 對 沒有通過 因為一般人的印象中 中華大學的雷同程度更高 沒有通過人家就會說 因為這是失效 很多都跟民進黨有關 當署電友就聯會 人家就會用這樣去解讀 剛好又在小英 做這個力挺的動作之後 所以人家就會立刻把那個東西連接到 所以我認為通過不通過都上 就是這樣 那亮哥你覺得他會通過嗎 我認為通過的機率還是高一點 通過砍掉他的機率高 我說反 保住他中華大學數字 不通過的機率高 保住他中華大學數字 學位的機率比較高 對 我也這麼覺得 那裕豐也認為嗎 對 我也這麼覺得 我覺得因為台大已經砍了 然後你現在有兩個碩士的學位 那他高中是有畢業的 那他昨天不是有講了 就是說我有沒有學位高 我參選桃園市長 這沒有一定的關係對不對 那如果說台大這邊已經把他砍了 那中華大學這個地方又砍的話 那等於他兩個碩士都沒有 他兩個碩士都沒有 人家學輪會不討論這個 好 人家學輪會 只討論你比較洛文 我賭一個派股便當 上次林玉峰是對的 上次林玉峰很尊重 好 昨天台大的這些教授 其實非常厲害 火眼金星 他挑出了很多 包括媒體人 他也包括很多明代沒有揪出來的重點 其中有一個你我一般的凡人 肉眼 絕對看不出來的問題 也是作為二元勝算對數回歸分析 你看我們連鏈都卡卡的 這個他說你寫錯了啦 你第一 前面那一段英文寫錯 但中文的名稱寫對了 寫到後面中文寫錯了 結果英文寫對了 結果沒有想到連林志堅跟你一樣 對的錯的都一樣 這怎麼可能 所以台大的這些教授說不可能 這些我們一般人翻夫數值就看不出來 結果林志堅今天回答說 他這個點很奇怪 他說我是在職班所以我可能寫得不好 這什麼意思 你污蔑了全天下的在職班 很多在職班是很認真的 專業度也很夠 他說因為我是在職生 所以我可能寫得不好 我可以接受批評 但我沒有抄襲 你自己這個有出問題 你就是好好檢討自己就好 幹嘛要拉其他的在職生下水 我不敢確認余正煌律師的發言 因為余正煌說要告他 他說余正煌你這個人就是 人前感謝 人後放見 不是做人的道理 昨天說不厚道 今天說你不是做人的道理 國民黨的智庫陳學勝 教育組的召集人陳學勝 他說有知情人士爆料 足科論文花了45萬 做了350份的問卷 有效問卷是最後只有259份 所以對竹科來講 他們花了這麼大一筆錢45萬 結果其實只有做區區的 259份的這個民調 當然45萬是指整個委託案 但是覺得說這個錢花的 有一點太多 林志堅昨天告訴大家說 台大這事情是搞突襲 不過現在有台大知情人士告訴大家 昨天9號 前天8號下班之前 就用快遞 快遞還加算掛號 快遞 快捷掛號送給當事人 這個當然要請教一下 這個亮哥 這個快捷加掛號是比較快 他還是說真的有內線 有人另外跟他講一下 沒有啦 當天就到了 沒有啦 他一定 下班前不是五點多 台大有藍有綠 一定會有人告訴他 我跟你講 有藍有綠 黃國昌講得最清楚 你怎麼會十二點半 拔沒了 在臨時跟台大發Email 說你願意參加學輪會 那個時候 根本委員會都已經寄出去了 人家早就寄出去了 所以會不會是那經手的過程中 有人先打Pass了 因為你要通知所有的委員 來開會 然後要做宣布 所以你一定是前兩三天 就寄出了那個 就是要開會的通知 昨天林志堅說我被踢行 我不知道 我跟你們一樣 我都不知道 那個是用演的嗎 那一段是用演的嗎 當然你演的還比他差 我比他差一點 不夠自然 因為你沒有從政 不過我跟你講 因為前面他有三次機會 他都沒去 你這被他改遷 我跟你講 坦白說你如果被告 那法官叫你出庭 你三次都不來 這也真的說不過去 法官你大概兩次緊繃了 你三次都不到 他會覺得你沒有誠意 對啊 他會覺得你有問題 人家就缺起審判 就做結論了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他昨天還講到一個 大家也聽得很傻眼 他說桃園市民 新竹市民 他們不會在乎學問 也不會在乎學位 很多市民是說 對啦 也許學位跟學問 不是那麼重要 但我們在乎的是羞恥心 你有沒有羞恥心 他說他自己覺得 他的政績跟政見 才是參選的王道 好 如果要一直講政績 那我們就認真的 先來講一下政績 有人去翻出了 當年他覺得 他任內最大的政績 就是新竹市立動物園 當時他覺得 這個是他整個執政的 一大亮點 讓很多的新竹市民 甚至觀光 外地的人都來 會把一個很破舊的動物園 把它翻新變得很漂亮 可是當年2020年7月的時候 有一篇報導 他說動物園 當時暑假的時候 應該是旺季 有很多學生會去 可是變成淡季了 沒有人要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動物全部躲起來 為什麼躲起來 我根據他裡面的報導 他說因為動物園裡面 有很多樹漆類的動物 就是睡在 休息在樹上面的動物 要防止這些 樹漆類的動物跑出去 所以就把樹都砍掉了 所以這些動物 都是沒有樹的 比如說這是黑肚 綿羊 全部都掘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帳篷這麼小 這些地方都沒有人 只有這一隻不怕熱 這一隻可能跟林志健一樣 沒有羞辭心 所以沒有感覺 沒有feel 那新竹動物園說 有啦 我們盡量延伸這個遮蔭板 讓他們有足夠休息 另外一個 長壁園區 大家也要找他 長壁園 你在哪裡 你在哪 你在哪 結果他躲在這邊 因為沒有樹蔭 很辛苦 就躲在這上面 然後還有包括 南寮的撥光市集 大波浪的這個棚架 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多網美都會去打卡 有這個非常漂亮的海景 然後又可以很多小攤販 那確實很多人說逛起來很舒服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這麼開放戶外 所以日照也很熱 然後風筊刷又很嚴重 甚至有人講說一開始的時候 居然女廁還沒有通 所以有很多日照跟風沙的問題 還有包括他卸貨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只會做這些表面的 重看不重用 重用的不會用 這問題很多 新竹市的這個審計室報告 就告訴大家 全國跟新竹市 公共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新竹市到現在109年 普及率只有17.98% 跟全國的平均是37.94% 平均是37.94% 新竹市只有做到 我們四十五六好了 18% 這一差距差了19% 他上任之前 也四年前相比也才差16% 花那麼多的時間 沒有比較努力 而且你要想想看 你是跟全國 全國有些 也許財政比較差 或者比較偏鄉的 做的真的是 你講政績 你好意思 玉峰 對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在過去 其實林志堅 他最討厭人家 講他三個字 叫他公園間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的政績 就是做了很多的公園 公園間 對 就是說 你只會做公園 為什麼 因為做公園 很多人會去打卡 很多人會看得到 可是他的公園 其實都是罐頭遊具 就是說 你就是重新做很多公園 然後弄得好像很不錯 但是你的遊樂設施 都沒有巧思 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像這個潑光市集 大家就覺得說 你第一個 你要先講說 你弄得很漂亮 尤其是潑光市集 到了晚上 到了傍晚的時候 你知道那燈打下去 網美真是屈之羅 我燈下去真的很美 可是當初一落成的時候 非常多的攤商講說 這是我們吃飯的地方 這是我們要來做生意的 但是他們下貨 他們要上東西 要走了快一公里遠 所以這東西能不能做 這東西可以做 可是他就是好看 就是網美愛 可是對於真正的攤商 對於那邊討生活的人 其實是做得不好的 是做得有需要改善的 那至於動物園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動物園像不像 就是他的公園一樣 你做得好像外表看起來是不錯 有一些設計 有一些什麼的 但是其實食物上 並沒有那麼好用 那回到剛才那個潑光市集 潑光市集大家不要忘了 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有些攤放是抗議 但是他還拿過行政院的獎 他等於說我在新竹做好之後 那個時候的媒體 大部分都著重在行政院有頒獎給他 就是說他這個漁市場做得很漂亮 很風光什麼的 但是到底要不要用 不好用 那另外來講就是這個污水下水道 我們來講一下 剛才姚洲哥有講的說 你要跟全國比什麼的 其實你知道嗎 2015年的時候 這個新竹市的下水道是11.94 在他任內 其實大概成長不到8% 那如果你對比我們想新竹線 隔壁的新竹線跟苗栗線的話 新竹線從2015年過來之後 他是從12.56 然後成長一倍到24 那你說苗栗 苗栗的財政我們也知道 其實也算困窘的 苗栗他也是從8.18 成長到24點多 苗栗啊 對 所以苗栗等於是三倍 所以你不要說我們跟全國比 輸給苗栗真的該跳樓 對 你跟比較困窘的苗栗來比的話 其實苗栗如果可以做到三倍的話 你沒有什麼資格說你做不到 那現在他更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新竹市不到18% 對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 林志堅最討厭人家講他公園間 可是現在在當地 在當地我們就問 人家不講他公園間了 講他什麼 工程間 就是以前好像只是你會做公園 好像做得不錯 可是從新竹的球場 然後跟新竹的火車站 其實一些問題被拉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說我以前只以為你只會愛做公園 那也就算了 你可能好大喜功也就算了 但是你現在沒想到你的工程 你的工程也伸出去伸那麼伸 但是工程這個問題的話 第一個你花了很多錢 第二個做得不一定比較好 所以從這個球場 然後從這個車站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慢慢的 就是撥掉他的這個防護罩了 當你一件一件去審查的時候 不管是公園還是工程 我覺得對他來講都有傷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